豪车豪宅 花天酒地 他过着灰金如土的生活 他就30岁左右 所以一个90后突然爆发成这样子 在我们这边是比较少见的 他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就知道还有钱 但是外人是不知道他钱怎么来的 警方怀疑他涉嫌犯罪 深入调查两个月 却也找不出结果 他不是在弄网络诈骗 也不是在弄毒品犯罪 年纪轻轻的他 究竟靠什么实现财富自由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90后财富自由背后的秘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播金飞 牛奶加花生 大力扛小恶 一路牛奶花生 邀请收看传奇故事 现如今我们警方的侦查手段 不可谓不先进 什么互联网大数据 如果一个人真干什么坏事的话 不可能不留下一点痕迹 也不可能查不着一点线索 但是我们今天这件事里头 却出现了一件怪事 贵州省凯里市警方 接到举报信 说当地有个姓姚的90后 他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很可能涉嫌严重违法犯罪 但是警方成立了专案组 围绕姚姓青年查了两个月 却还是没有查清楚 他这巨额财产的来源 以及他究竟涉嫌什么犯罪 怎么会这样呢 这位呢 就是进入警方视线的姚姓青年 他叫姚某涛 别看他年纪轻轻 在当地很多人眼里 已经是个富豪级别的人物了 这个人呢 在生活上也是要奢靡了 就是成天的 开豪车住豪宅 最开始是白色的豪车 后来中了之后 就够了一台黄色的 除了开豪车住豪宅 在凯里市本地呢 有一支民间足球队 球队的主要赞助方 也是这个年轻的姚总 他赞助球队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喜欢足球 所以呢 即便投资这支球队呢 很难产生什么经济效益 他还是打手一挥 就把球队的各项费用 给全包下来了 有一次夺冠吧 请他们全足球队 去三亚包游艇 包酒店 玩了一个星期吧 都是他出钱吧 他就三十岁左右 所以一个90后 突然爆发成这样子 在我们这边是比较 这个少见的 俗话说 穷玩车富玩表 估计只有那种钱多的 很夸张的 才会去投资足球队 就像那个电影《西红市守护》里头 必须在一个月里的 花光十亿的那个王多瑜那样 把房子都给他们拆了得了 把两边看台啊 全推倒 外面铁站了 该拆拆 好 我们言归正传 可能有人要说了 这位年轻的姚总 他会不会就是家里头有钱 或者是得了一大笔遗产 是个超级富二代呀 但是警方调查过之后啊 发现并非如此 杨抱他的父母呢 都是当地企业的退休工人 从来就没做过什么生意 他的其他亲戚也都一样 发现了家庭背景 包括拓展了七大姑八大姨之前 我们这个家庭家族 都没有这个实力 那会不会是姚某涛抓住了什么机遇 白手起家 又或者说是不是他找到了什么财富密码 从而挣到了大钱呢 那关于这一点嘛 其实早就有人打听过 姚某涛当时啊 是这么回答的 平时可能吹牛的时候 肯定就是在外面接着工程啊 弄一些大的业务项目啊 这些才找去的 然而警察调查之后发现 姚某涛根本就没做过什么工程 他身边的人也都跟工程复制案边 他明面上看见的这个生意还并不大 起初就是开了一家茶叶店 后来呢生意清淡 关了门 他就把茶叶店改成了一家计卖行 还在一家酒吧里头投了点钱 他也在这个夜场里面投资啊 有一百多万的投资 这可都是一些小本买卖 就这点生意一个月挣的钱 还抵不上他一天的开销 他交费很高 每一次去酒吧的话 至少也是二十多万 起底消费 他这个人出色很大方 他每一个情人 就是要买一辆EBA 然后再给一些现金 他情侣看中一个矿包 你两万块两万多块钱 他直接跟你财务说 打多少钱到哪个卡上 几分钟就给他转过来了 瞧瞧这大手笔 不仅如此 据了解姚某涛的父母退休之后 除了退休金之外 也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 但是近几年 他们名下却购置了多套房产 其中还包括一套别墅和一些门面房 这些显然也是跟姚某涛有关 发现他的父母名下有多套房产 就觉得他这个收入跟这个不匹配吗 是啊 这样的消费能力 绝不是姚某涛经营一家小小的计卖行 就能维持的 大家都叫他姚总 因为他有钱 都知道他有钱 但是不知道这个钱 外人是不知道他钱怎么来的 所以接到群众举报之后 警方非常重视 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 他们也怀疑在这个以姚总光鲜亮丽的生活背后 说不定真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呢 那么如果说姚某涛的这个钱来路不挣的话 最有可能是怎么得来的呢 警方对姚某涛的这个身份背景展开了细致的调查 姚某涛出动比业 没有一技之长 也没有正当执意 在2014年之前 他可以说是中日游手好钱 就是个穷困潦倒的混混 那么姚某涛是什么时候开始发迹的呢 原来2014年他离开国内 直到2019年才回来 去的那个地方是东南亚的某国 回国之后啊 姚生意一变 突然就成了当地商界的一名成功人士了 给他的感觉就是 这个人很有钱 非常非常有钱 而且挥霍无度 注意这个时间点啊 姚某涛是从境外某国回来之后 突然变得有钱的 而警方通过调查得知 姚某涛年轻的时候啊 还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特殊的经历 他是一个贩毒的前客 当时是在凯里 他犯了一个小金包被抓破了 后来被判了有去毒性一年 境外毒品 当这两个词联系到一块的时候 警方马上就有了一种猜测 这个所谓的90后富豪 会不会就是个跨境贩毒团伙的头目 大家都是朝这个涉毒犯罪来宴判他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只涉毒这个资金才来这么快 如果是毒品犯罪 那必然是有机可循的 但是接下来的调查呢 却让当地警方感到大跌眼镜 因为通过梳理分析之后 他们发现姚某涛和那些贩毒人员之间呢 那是八甘子都打不着 一点关系都没有 通过大量的排查 确实都和他挂不上钩 没有联系 没有这个切扯 而且他本人这个也不吸毒 身边的朋友也不吸毒 这就奇怪了 围绕姚某涛根本就查不到一点有关毒品的线索 难道他真的就早已经改邪归正了 他确实有贩毒前科 但是他这个贩毒前科跟他这个收入比起来 我说如果这样犯的话 他这种开销的话 相当非常非常的夸张 然后 对 他这个贩毒的话 应该早就被抓掉了 经过这个分析之后 确实贩毒之下 我们就 这个解锁嘛 我们就 逐步逐步就排斗了 虽然排除了姚某涛贩毒的可能 但也正是通过对姚某涛银行账户的调查 警方发现了另一条可疑的线索 那就是姚某涛虽然消费惊人 但是他却从来没有自个儿付过账 就觉得这个人很异常 为什么异常呢 他基本不用他 就是自己的银行卡 那他用谁的卡呢 都是亲人的 朋友的 而且他之前开的店 也不是登记了他本人名下 他这个财力是用他父亲的名字注册的 他不是用他本人的名字 他自己的资产呢 全部挂着他父母啊 挂着他亲戚的名下 这就表现出很大一个异常 因为正规收入的人 他不可能把这个自己的资金 直接全部弄到别人的名下去 的确 这颇有点规避调查的意思 如果不是心里头有鬼 干嘛要多此一举呢 接下来呢 警方又对姚某涛的亲人 包括他父母和女友的账户 进行了调查 结果又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情况 这几年来他们的账户竟然在不断地接收来自境外的资金 杨文涛的母亲加起来一个月收入可能有个四千多左右 但是他母亲的卡上却经常有五六万五六万 或者是最多的一次有一百多万的一个转账 一次性转账 每一个情人他都会收到现金的存入 就五万五万的 这样打钱进来 跟他父母他就有产生了共同点 又是境外 而且是从境外源源不断地汇入的钱款 这或许才是姚某涛真正的经济来源 难道他真的是在境外做了什么大生意吗 警方觉得不太像 如果是正规生意 他没必要这么遮遮掩掩 从这些资金的流向 在结合姚某涛的种种表现来看 警方会有的有了另外一种欢迎 这姚某涛虽然不是贩毒团伙的头目 那他会不会是某个电信诈骗团伙的头目呢 赶紧的 这警方就顺着这个思路又调查了一番 但是结果呢 却更令他们感到疑惑了 如果弄这个电信诈骗的话 他多少会有不费受害的人 他是报案 通过他们盘查之后 发现与他和他身边的亲朋好友 以及他们的这个关系比较近的一些朋友 这些所都没有 而且根据调查 2019年之后啊 姚某涛一直在凯里市活动 再没有去过东南亚的某国了 如果他真是一个境外电信网络 诈骗团伙的操控人 那按理说他不可能一直待在国内做甩手掌握 如果他弄这个电信诈骗的话 他本人他回到这边来不好管控 不好这个管理他这个团队 然后具体说操作电信诈骗这个情况 他掌握不了 所以最终呢 警方排除了姚某涛涉嫌电信诈骗的可能 那不是贩毒也不是诈骗 姚某涛的钱究竟从何而来呢 警方也感觉到一头雾水 按理来说姚某涛遮掩掩掩 八成这钱是来路无政 可为什么调查了两个月了 却还是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呢 而姚某涛平时在国内也是老老实实 除了花天酒地 也没看出来他干了什么违法犯罪的勾当 这跟举报性的内容不符啊 很神秘 非常神秘 因为从他钱方面 只是说不匹配 不能说他犯罪 因为确实找不到脱口 很神秘 非常神秘 看来这位姚某发财的路子 隐藏的实在是太深了 就在这个时候 转机不经意之间出现了 姚某涛恰巧要去参加一场婚宴 警方得知消息之后 决定派出侦察员前去赴宴 来个贴近侦察 那么近距离接触之后 能有什么收获吗 没想到侦察员还真就获取了一条重大线索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姚某涛财富废游的秘密 就藏在这个地方了 火能点燃希望 也能凑一回家人 事故瞬间发生 安全 点滴做起 播种绿意 收获生机 播种清香 收获赞美 播种汗水 收获幸福 幸福 是奋斗过后 苦尽甘来 致敬 为幸福 奋斗的你 牛奶加花生 大力康小恶 一路牛奶花生 要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 刚才我们说到 警方调查了两个月 都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搞不清楚 姚某涛的巨额资产 究竟从何而来 直到这一天 姚某涛和几个要好的朋友 一起参加了一场婚宴 侦察员得以近距离观察姚某涛 这才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因为你知道婚宴坐在那里 坐在一起的 肯定是关系比较好的 看来跟他关系好的 他的一些下线的马载式的一些 我们把人先认清楚 除了认人 郑战员还发现 杨某涛持有两部手机 他分别用两部手机聊天 其中一部呢 使用当地的方言 而另一部手机呢 则使用普通话 似乎是在和对方核对账户 他们说的是一些很隐秘的代名词了 发工资 这都不说发工资 用他们境外的那些话术了 使用的是境外的一些聊天软件 我们才发现 他不是在弄这个网络诈骗 也不是在弄这个毒品犯罪 那姚某涛在境外 究竟搞了什么名堂呢 这时候没想到 宴席上姚某涛的几个好友 来了个神助攻 为警方找到答案了 原来姚某涛在婚宴上 忙个不停的接打电话 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 身边一些人呢 也很好奇 就问了说姚总啊 您这么忙 到底是忙什么生意 他到底是干嘛的 有一些关系好的 平常就爱吹牛嘛 爱吹牛就说 他是一个赌场的老板 大家都是这么说 他在境外还能开赌场的 我们才谎来大部分嘛 才清楚 原来弄钱 是通过这个跨境赌博 弄这个网络赌博 来获取的 竟然是网络赌博 这么一来 很多事情就能解释得通了 正常员发现在姚某涛 与境外赌场联系的时候 很多员工呢 都称称为老板 他的一些下级代理 经常向他汇报业务进展的情况 有一些代理在跟他们说 老板 这个月我拉多少代理 拉多少赌客 应该拿代理费多少多少多少 然后就在里面问他嘛 然后他就在聊天软件里面 通过远程掌控 来管理这个团队 就这样 杨某涛仿佛手握财富密码 虽然人在国内 却能日进抖金 在开始肆意挥霍 尽情享乐 因为他是老板 他就打电话 每天打电话 说 我需要钱 你打到哪张银行卡卡号里面 好 就一个电话 每天晚上就 五万十万二十万的入账了 说来说去 这哪是什么成功人士 就是一只大闭孔 掌握证据 了解清楚案情之后 当那警方就迅速出动 要来铲除 这颗危害社会的中流 一敲门他就感觉不对劲了 他就叫他女朋友 在那里 故意就拖延了几分钟 他知道这事情迟早会来 但是不知道是那个时候 就 我们就行动了 抓到他之后 第一时间你控制完人 你先把手机给控制了 这个是我们抓捕的时候 的一个细节吧 反正就是注重证据收集 知道自己犯事了 他也逃不掉 躲不开 毕竟之前也有钱科 他也知道自己 这回算是灾了 除了主犯姚某涛之外 当地警方还先后 进行了两次抓捕行动 共抓获了其他涉嫌犯罪嫌疑人 二十余人 其中还包括姚某涛的父母 这不仅就让人感叹了 姚某涛究竟是怎么走上 这条道了呢 怎么就会把他的父母 也一起拖下水来了 而且我们来看 这就是设在境外的赌博网站 通过网站 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 境外赌场的实施场景 国内的赌客 正是这样 通过网络来参与境外赌博的 也就是说 在境外的确是有实体赌场存在 而姚某涛正是他们的老板 那么姚某涛这么一个年纪轻轻的90后 从2014年出国到2019年回来 短短几年之间 他又是怎么在境外拥有了这么大一赌场呢 这事我们还得从2014年说起 2014年姚某涛偷渡到了境外 经人介绍 他在一个专门从事网络赌博的赌场里 所负责推广工作 那工作内容就是搞宣传 招揽国内的这个赌客 参与赌博 因为这个人分人灵活 并且他这个人呢 长得还没心目秀的 得到了网赌的老板的青睐 姚某涛脑子的确是灵活 本来有这天赋干点正事多好 可姚某涛偏偏偏就在犯罪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2017年的时候 他看似迎来了自个人生的转折点 主播公司之间发生了一些摩擦 他的那个老板就离开了 离开了之后 姚某就顺势地接手了他的这个盘子 说是顺势 其实早就蓄谋已久 在赌场打工这几年 姚某涛已经暗中掌握了赌场的这个运作管理方法 他开始招兵买马 自个儿当上了赌场老板 他们的这个团伙 以姚某为首 团伙下层成员差不多有20多人 固定客户 姚某涛的生意 这也就上了轨道了 所以他才能够回到家乡 远程操控 2019年从那边回来了远程操控 他这样就实现财富自由了 回来这几年就一景还乡了 到处潇洒 到处玩 独客 越来越多之后 他这个收入还是很可怪的 时不时就打几十万针给他父母 看着原本不争气的儿子 突然有了震大的出息 姚某涛的父母高兴之余 起初呢 其实还是有些忐忑不安的 你到底去了哪里 你到底干了什么 因为你正常情况下 一个月你不可能 有时候打个五十万来 有时候突然全款买一个 给我们买一套房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父母很知道 他们自己承认了 也怀疑他儿子做了什么坏事 但是他儿子一直要 就是给他们的暗示 就是说你不要问 不要问 只管花 哎呦 这看似何等的豪爽大气 但是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呢 渐渐的姚某涛的父母 也知道了儿子在干些什么 见不得人的勾搭 只可惜 他们非但没有及时劝阻 时间一长呢 也在这个金钱 物质的享受当中沉沦了 看到这么多证据摆在面前 他母亲后面也是认罪的 他母亲也是知道 他去那边是去做什么生意的 后面就习以为常了嘛 就包括他买那个 头车的时候 他母亲还很开心 姚某涛的母亲在朋友圈当中写道 恭喜你儿子 儿子的梦想终于实现 可是他想过没有 这样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的财富能长久吗 所谓的梦也不过是黄粮一梦而已 姚某涛的犯罪行为 终究给这个家庭带来了灾祸 警方依法查封了他们的房产 豪车以及其他的非法所得 最终的姚某涛因为涉嫌开设赌场罪 被审查批捕 他的父母也因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受益队被依法采取了刑事托施 那么话说过来 姚某涛的非法获利究竟有多少呢 统计一下嘛也挺可怕 独独有上亿元 而羊毛嘛输在羊身上 这些钱自然也都是来源于 那些自以为聪明的赌客 像他们这种网络赌博公司 肯定有个专业的一个后台团队 去调那个胜率 或者是说做一些手脚 所以说看那些赌客 基本没有一个是赢钱的 都是输钱 输的多的有几百万的 少的也有个几万块钱 基本上逢赌必输 没有发财 这些赌客都是亏的 比如那个 我们找到四川的一个赌客 他说他 本来他是有几百万的人 他就在这个网站里面 输了三百多万 最后我们找到他的时候 他也是 气不成声 后悔 参与这个赌博公司 一个人就输了三百万 告诉你们 这还不算最多的 输的最多的是某地的一家车行的老板 那真是被猪油蒙了心 用气不成声都无法形容他的遭遇了 他自从就沾上这个赌之后呢 一年之内输了一千五百多万 现在欠了一屁股账 真的是十度九数 就大家千万不要去参与这个赌博 记得看过一幅挺有意思的对联 上联是一元两元三元 圆圆都是血汗钱 下联是儿子妻子房子子都是家中宝 横批是绝不参赌 赌博呀可以说是十足九数 更何况呢 现在的这个网络赌博里头啊 还往往深藏陷阱 平台呢会对每个下大赌注的 这个参赌人员精准研判 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这些人输个底朝天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 真爱生命远离赌博 千万别让自个儿的血汗钱 成了姚某涛这种人 自意挥霍的资本 牛奶加花生大力康小鹅 一路念的花生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留言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各位观众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